车内放着吵闹的重金属音乐 震得丧志的心脏发麻 减轻了几分的不自在感 因为坐在后座 段嘉许没有绑安全带 他也没有凑太近 只是身子稍稍前倾 两人之间的距离 依然隔着一个空位 不远不近 丧志的呼吸顿住 有些反应不过来 想顺着他的话碰碰自己的脸 但又能很明显能听出 他话里带着逗弄的笑意 毫无正形 瞬间有了重又被老男人耍了的不愉快感 他停住动作 绷着脸道 你哪里帅了 前妃的目光还往后看着 听到这话 他下意识看向桑志 一脸不愤的说 就是 而且段嘉许你能不能要点脸 人小孩哪脸红了 音乐有点响 桑颜梅太注意他们的对话 通过前妃的话 他大概猜到了刚刚段嘉许说了什么 他把音量调低了些 顺着后视镜扫了眼 他不是总这样 也是 前妃把脑袋转了回来 白眼简直能翻到天上去 上回体侧的时候 我跑完一千米喘得跟狗似的 他过来看到了 就问我 怎么一看到他就脸红 桑志 段嘉许靠回座椅 坐姿摊成一团泥 像是眉骨头似的 听到前妃的话 他低笑了两声 没有出声打断 前妃越说越愤慨 本来就喘不过气了 又听到他说的这话 我差点窒息 别说是人 桑颜转着方向盘 也加入了攻击段嘉许的行列 语气略带嘲讽 他跟狗都这么说话 啊 前妃愣了几秒 突然狂笑起来 跟狗说 一见到哥哥就脸红 桑志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前妃对段嘉许比了个大拇指 牛逼 说完 他安抚般的对桑志说 小妹妹 你别搭理他 这哥哥不是好人 你自己玩一会二手机 很快就到了 桑志瞥了段嘉许一眼 面无表情的点头 段嘉许这才开了口 懒洋洋道 前妃 你怎么还挑拨离间呢 前妃哑了声 问道 我挑拨离间了吗 不等任何人回应 他又看向桑志 小妹妹 我挑拨离间了 桑志摇头 没有 前妃在前面无辜地摊了摊手 桑志抓着安全带 故意认真的补充了句 这个哥哥看起来确实不像好人 文言 段嘉许的眼皮动了动 看向桑志 仿佛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慢慢地重复了一遍 我不像好人 桑志没搭理他 行 段嘉许的唇角不咸不淡地勾起 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我不是好人 庄作没听见 桑志看向窗外 过了几秒 他似有若无地听到 从他那头传来一句 小白眼狼 桑岩把车子开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商业圈 这个商业圈是刚建成的 很多店面还没出租 所以也没开始营业 外投之零零散散地开着几家 看上去有些冷清 怕这个地段不好停车 桑岩先把他们三个放下 之后独自一人把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场 下了车之后 桑志越发越的觉得难受 而且这种感觉跟拉肚子不太一样 他突然有了个不好的猜测 默不作声地走在最后边 年龄差不多的时候 黎平就跟他说过女生月经的事情 包括周围的同学 出巢大多都已经来了 偶尔桑志也能听到他们聊起这个话题 看着他们因为这个不上体育课 因为这个大夏天喝热水 因为这个每个课间都要去一趟厕所 看多了 听多了 此时 再算是迟钝 桑志也能联想到是那个事情 黎平在这方面很细心 他专门在桑志的每个包里都备了两片卫生巾 以防不时之需 可桑志想着只是出来吃个晚饭 根本没有带包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 开始期望着只是他想太多了 段嘉许和前飞走到前面 前飞正激动地跟他说着自己刚刚跟桑岩的游戏战局 段嘉许散漫地听着 很快 注意到桑志迟迟没跟上来 他停下脚步 回头问 小孩 你怎么走那么慢 桑志的嘴唇动了动 没说话 走前面来 段嘉许朝他招招手 走后面被人拐跑了 哥哥都不知道 前飞尴尬地挠头 我都忘了桑岩的妹妹在了 桑志摸摸蹭蹭地走过去 小声道 小声道 哥哥 我想去个厕所 瞧见他的脸色 段嘉许说 脸怎么这么白 不舒服 没 桑志的声音更低了 我就想去个厕所 见状 段嘉许大致猜到了什么 也压低了声音 问 肚子不舒服 桑志顿了下 点点头 先进商场里吧 怕他觉得尴尬 段嘉许没多问 哥哥带你去找厕所 几人在车上就商量好了 打算来这新开的一家烧烤吧 吃晚饭 在商城的三楼 室内的人流比外边多一些 营业的店面相较起来也多了不少 段嘉许让前飞先去站位 随即 他找着四周的指示牌 说着 小孩 你有带纸巾不 桑志安静了几秒 没有 那你先去厕所 看看里面有没有纸巾 段嘉许想了想 又道 没有的话 你给哥哥发条短信 哥哥给你买过来 然后让一个姐姐给你带进去 行吗 两人顺着指示牌的方向走 桑志摇头 有些不自然的说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 我让你一个人去 段嘉许眉眼一台 问道 这地方你第一次来吧 如果你丢了 你哥来找我 我上哪找人去 桑志念如道 不是有手机吗 段嘉许好笑道 你上个厕所怎么这么多话 桑志立刻闭嘴 走到距离厕所十米远的位置 段嘉许停下来 去吧 桑志看了他一眼 沉默着走进了厕所 索性是人不多 厕所的空间也大 他找了个空的隔间进去 掀起裙子 把打底裤和内裤一起脱下 果然 如他想象中的那样 内裤上染了一大片鲜红 黑色的打底裤 似乎也有湿润了的感觉 桑志的表情凝重 把裙摆的后方扯起来看 他今天穿的是深蓝色的连衣裙 能看到裙子有一块地方的颜色深了些 不细看的话注意不到 桑志有些崩溃 他想去楼上的超市买包卫生巾 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可他又没法跟段嘉许说这个事情 尴尬到一个字都不想提 像是世界崩塌了一样 桑志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的愣 两久后才下定决心 从一旁拽了一大截纸巾 垫在内裤上 而后出了厕所 段嘉许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看手机 余光注意到他出来了 他把手机放回兜里 走了 哥哥 桑志犹豫了下 你先上去吧 我想等我哥一块上去 段嘉许 你哥已经上去了 最后一个希望破灭 桑志捶着脑袋 哦 那走吧 觉得他今天过于反常 段嘉许有些纳闷 你这小孩今天怎么回事儿 今晚临时决定出门 大概是桑志目前的人生当中 所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迟迟不来的出潮倒霉的降临 同行的还是三个大男人 没有一个人懂他 只觉得他任性不正常 他接受着段嘉许的教训 他接受着段嘉许的教训 沉默不语的走在前头 段嘉许摸不透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想什么 只当是他心情不好 他也没太放在心上 正打算跟上他的时候 目光一扫 在此刻 在这个瞬间 他才注意到 他裙子上有一块的颜色比正常的深了一些 再联想起桑志一系列的反常行为 段嘉许抓了抓脸下的皮肤 立刻上前抓住桑志的胳膊 斟酌着言语问 不是拉肚子 桑志停下脚步 抿着唇看他 眼眶红红的 很快又低下头 一句话也没说 段嘉许也有些尴尬 顿了好几秒后 他才道 你先回厕所里 哥哥去给你买 桑志没动 脑袋低得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你先回厕所待着 段嘉许安抚道 没事儿 就一小事情 听到这话 小姑娘的羞耻心冒上头 忍了半天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桑志伸手抹着眼泪 呜呜地哭起来 肩膀一抽一抽的 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尴尬的气氛因为他的哭声打破 段嘉许本来还有些不知所措 看着他这样哭 莫名笑了出声 又怕惹得他更不开心 只好忍着笑说 你怎么又哭起来了 桑志觉得羞耻 头也不抬 只自顾自地哭着 行了 别哭了 段嘉许低声哄 不是什么坏事 去厕所等哥哥 他也不想这样在外头待太久 只能点点头 哽咽着憋出一句谢谢哥哥 而后边忍着哭声 边走回了厕所里 看着他进去了 段嘉许吐了口气 往二楼的方向走 上了扶手电梯之后 他想了想 还是给桑言打了个电话 桑言很快接起 怎么还没上来 段嘉许一时竟然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 桑言 喂 听到了吗 段嘉许闻了一声 菜都上了 怎么还不上来 桑言 说话呀兄弟 段嘉许 兄弟 你妹 桑言 干嘛 段嘉许 应该来立嫁了 那头瞬间 沉默了下来 安静的像是挂了电话 段嘉许走进超市里 倾咳了一声 桑言才开了口 那怎么办 段嘉许的语气带了点 不可思议 你问我 桑言又沉默了几秒 而后道 二楼好像有超市 你去买一下吧 兄弟 段嘉许觉得荒唐 那难不成是我妹 桑言一本正经道 你是我兄弟 言下之意就是 我的妹妹 就是你的妹妹 段嘉许觉得头疼 你下来 贴身衣物你来买 我买不合适 空气似乎停滞了好一段时间 桑言突然报了句脏话 操 段嘉许 桑言 信号不好 段嘉许 桑言 挂了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